罗梅浩事件的背后其实有许多秘辛 许多权谋能够颠覆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各位好 欢迎收看罗梅浩事件背后的权谋 第一集的播出 由陈耀昌医师的小说《傀儡花》所改编 公共电视投资制作的影集 斯卡罗播出之后 一如预期的引来许多的讨论 许多是关于历史考证的问题 其实对于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作品 为了戏剧效果 本来就不可能要求百分之百的符合实施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 《末代皇帝》当中的慈禧太后说英文 而不损伤那部电影的艺术价值的话 那么斯卡罗以这么少的预算 居然能够拍出这样的精致程度 我必须向曹瑞元导演和制作团队表示敬意 斯卡罗的背景是19世纪中叶 发生在南台湾的一场海难 1867年3月 美国三尾帆船《罗梅号》 或是翻译作《罗发号》 由广东汕头开往东北的牛庄 中途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 遭遇风浪 漂流到屏东外海的七星岩触礁沉没 船员划救生艇登岸 误闯了排湾族的领地 船长杭特夫妇等一共13个人 被原住民杀害 只有一个汕头级的船员逃到打狗去报告 英国驻安平的领事Charles Carroll 以为是英国船出事了 于是派遣黄江海经的卢之号炮舰 到当地登陆收救并且发炮攻击 到后来才弄清楚 罗梅号是一艘美国船 于是通知美国驻华公使浦安城 安森·伯利根 浦安城就指派厦门领事李先德 当时他的中文名称叫做李让李 到台湾去协调 李先德向大清官员讨个说法 得到的答案却是该地为深藩领域 不属于官署治理的范围 李先德想要和台湾族直接谈判 但是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在接连碰壁之后 他决定以武力来教训 这些清朝官员口中的话外之名 1867年6月13号 两艘美国军舰 哈德福号和怀尔明号 搭载了180亿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 由福州出发 在英国商人毕其林的引导之下 在南台湾登陆 但是遭到排湾族的伏击 哈德福号的副长 麦肯锡少校阵亡 这是美国海军和陆战队 第一次在台湾用兵 却已失败收场 最后 李仙德和狼桥18社头目 卓其堵签署南甲之谋 相约不得再杀害西方船只的遇难人员 是美国政府和台湾原住民签订所谓的国际条约 以上是罗密号事件 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 主要的来源是李仙德自己写的 南台湾踏查手记 李仙德台湾记行这本书 但这可能是有偏颇的 首先李仙德本身是个拥兵型的人物 没有国家忠诚度 把台湾当成自己贩卖的商品 所以他的论述不代表美国 而是他自己主观的想法 其次他不过是个厦门领事 类似的职务 美国在中国有几十个人 上面还有美国驻华公司普安城 更上面还有美国国务院 这种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庙堂大事 哪轮得到他来说三道四的 只不过李仙德喜欢乐拳到处惹事 这就引起了上级的不快 有志难生的他最后只好投奔日本 所以研究罗密号事件 怎么能够只看李仙德的传记呢 既然是国家大事 当然要看美国国务院的档案 大清帝国总理事务衙门的皱褶 以及国际媒体的报道 才有足够的高度 然后你会发现 罗密号事件的背后 其实有许多秘星 许多权谋 能够颠覆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我倒是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讨论 不管它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 因为它表现出台湾的观众 对于这么复杂的历史背景 居然都能够引经据典来PK 这给我们的公部门 尤其是文化历史展览有关的单位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我们的观众是有深度的 绝对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妈宝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我发现 台湾现在的展览 都追求简单化 动漫化 染人包化 网红化 把观众都当儿童 用东森悠悠台的口吻来叙事 而且只重视开幕式 用按赞率来当KPI 没有人想要深入研究主题 引领观众接受精致文化的教育 认为观众不喜欢看 懒得看 看不懂 斯卡罗的播出效应呢 彻底颠覆了这个刻板印象 下集开始 我们就要用许多的史料 来大作罗密号事件的翻案文章 而且一如往例 有大量精致的历史场景 在线插画搭配 欢迎持续收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